巨大玉盘已经化身为一团刺目的火红焦羊 从上面散发出的赤红灵光 将下面山谷笼罩得严严实实 在这些赤光中 无数的淡银色符纹闪动不已 似乎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其中 玉盘中三名血光化身并肩站立在一起 手中掐绝体表血光闪动 凝望着身前金碧眼都不眨一下 金碧画面中一颗颗赤红光球 正在山谷各处四处搜寻着什么 无论天上地下 这些光球丝毫阻碍没有 到处游荡不停 金碧画面也随着这一颗颗光球的游动 也在变幻不定 但是除了一些石头树木 和一些没有开灵质的野树外 再无入木的东西 三名化身 脸色自然越发阴沉 但仍是催动光球继续搜查每一寸土地 没有多久 后方天边破空声传出 一团白光从高空击射而来 正是元叉驾驭着石垫飞到了此地 石垫几乎晃动间 就呼啸着到了玉盘千余帐外的地方 一下停住了顿光 几乎同一时间 玉盘中金碧上白光一闪 一个窈窍的身影浮现而出 元叉道友 你终于赶到了 废话就不用多说 那小子 当真被你困于山谷之中 这个自然当真 我怎敢哄骗道友 那小子被我追上后 竟然潜入地下 往乡借助地盾逃走 反而让我趁机用乾坤盆 将此地封禁起来 他不可能逃出外面的 后果也不知道 他用了何种隐匿之术 我竟然一时间 无法将其找出 这就要麻烦元叉道友了 嗯 熟子最好 我这就亲自斩摩元大法 将这小子逼出来 别慌 让我们中的一个人 陪同道友一起到山谷中去吧 也能够替道友护法一样 以防那小子趁机偷袭 护法 哼 不是想监视本尊吗 呵呵 元叉道友别误会 你小子诡计多端 毕竟还要几斤重宝贼身 对此还是不可不防的 随便你 想派人一同过来 本尊也不会拦着 但最好别打其他主意 否则万一出什么差错 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随后此女不等血光回话 就一掐发觉从金壁上消失不见 好 按照原先商量好的 你过去监视此女 一旦那小子真被找到了 立刻通知我二人 绝不能让这小子先落在元叉手中 中间的血光化身脸上笑容一下消失殆尽 并阴沉地向着另一句化身说道 放心 我自会随机应变的 那小子纵然现在应该法力不足 但也绝不可能一两下就被元叉抓住的 不过在这小子出现之前 你们也千万不可放开乾坤盘禁止 以防这小子趁机再顿走掉 那名化身点了点头 但又不放心地嘱咐了两句 剩下二人自然是点头称事 同一时间 远处石殿忽然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提表无数符文闪动 竟一下从中间裂开 并重新化为了两头巨大的石人 元叉此女就停停欲立地站在一名石人的头顶上 一掐绝就带着两大石人 直往山谷中心处落去 另一边御盘处也一团血光一飞而出 里面隐约有一道血影 一闪也向下方击视而去 片刻功夫后 元叉和一名血袍少年 就落在了山谷中的一片平台的碎石地上 就是这里吧 石张老 你二人变身吧 元叉私下打量了一下 就冲身旁的两名石巨人吩咐 是元叉大人 二者随之往地上一滚 提表灰白之光大放 竟瞬间化为两座百余杖高的石柱 表面明印着一些奇怪的花纹和符咒 看似神秘万分 石轮驼腾 真没想到你这两名手下 竟然连这东西也修炼出来了 他们在石魔一族中 修为纵然不能排在前三 但也足以排进前十之列 若是这点事情都无法做到 在圣界中 我又何必庇护他们这一脉 如此多年呢 呵呵 若是我所属的石魔中 也有修为如此高深的石魔长老 我也会一直庇护到底的 好了不说此事 倒有将这图腾换出来 莫非是向他们 用来增加你原魔大法的威能不成 既然连拥有乾坤盘在手的你们 也无法发现那性寒的小子踪影 光用魔原大法的话 也不一定肯定能奏向 但要有石轮图腾加持 就万无一事了 原刹坦然回到 似乎没有隐瞒的意思 却跑少年听到此话点了点头 就站在一旁不再出声 原刹同样不想再说什么 当即身形一动 就出现在了两根石柱中间的位置上 白光一闪 一座古朴的石台 轰隆一下从地下冒出 并将女子一下拖起十几丈高的模样 原刹深吸一口气 单手一捏法绝 另一只手袖子一甩 十几感黑色飞骑 一飞而出 盘旋之下纷纷落在了石台附近的地面上 女子一声娇斥 一道黑光从背后一冒而出 并一个扭动化为了三头六臂 巨大魔像 此魔像穿着一件有飞发亮的战甲 浑身散发着让人心惊的冲天煞气 六目血红 丝毫感情没有 女子口中传出了滴滴的咒语声 并忽然单手一扬 往四周打出了十几道法绝 一闪即逝 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 那些黑色小旗顿时一阵污名 黑光一闪 狂变障大 一会儿的功夫 竟化为了十几丈的庞然巨物 这时 圆叉背后的巨大魔像 猛然一仰手望去 并六臂一挥 往高处一把抓去 六团黑色光球 滴溜溜在其手心中浮现而出 并怦怦地化为六股黑烟 往高空汇聚而去 顷刻间 一团魔云在空中形成 并在蠕动中不时地变化成 飞禽走兽等模样 仿佛本身就是有灵性一般 圆叉圣祖目睹此景 口中咒语一停 抬起手指 冲着翻旗 分别凝重一点 表面黑霞一阵流转 化为了十几股黑气 冲着空中而去 转瞬间的功夫 魔云狂战不断 在高空滚滚地发出了 轰隆隆的闷响 几乎将小半个山谷都涵盖旗下 圆叉神色肃然 双目寒光一闪下 猛然张口冲空中魔云 连喷出树团精血而去 这些精血迎风化为点点血雨 一个闪动下就无声地没入云中 这一时 两座石柱所画的图腾 也放出一圈圈的五色光环 这些光环散发的灵光 每扫过那黑云一次 都让魔云猛胀一分 没有多久后 魔云中的血光一闪 无数血丝浮现而出 他们和黑云交织翻滚一下 竟凝聚成了无数团拳头大的黑气 这些黑气一阵蠕动 在云中直接画为了一只只 巴掌大小的黑色乌鸦 空中乌鸦齐鸣 铺天盖地之下 竟足有上万只 让人看了 不禁毛骨悚然 去 人叉袖子 往空中一舞 低声发出了一声清冷的吩咐 黑鸭飞舞之下 顿时密密麻麻地 往山谷某个方向 激湿而去 而女子在舌台上 双目一闪 用一根手指 往眉宇处一按 就默默地在感应着什么 一旁的血光化身 朝乌鸦群落之处 望了一眼 神色动了一下 就再无其他任何举动 群鸦本身仿佛是无形之体 无论山石树木 还是河流泥土 一触之下就无声地没入其中 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小半山谷 都连同地下数千丈的深处 都探查了一遍 但一时间仍没有收获的样子 当群鸦被圆叉召回 又换了一个方向的蜂拥而去的时候 突然血跑少年身上传来一阵刺耳的污靡 少年一震之下 急忙单手往腰间一拍 一颗鸡蛋大的金球立刻从那里击射而出 并一晃化为了一片金银光幕 在光幕中 雀光一闪 另外两名化身并肩而立 不好 快点叫袁煞道友回来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另一名汉李突然出现在了我们不知的后几道拦截的防线上 并一连突破数波拦截 还击杀两名摩尊级的得力助手 向前沿城方向逃去了 这名汉李竟然动用了玄田残宝 还放出了侍金虫群 应该是奔提无依 眼前这个也是一阵化身 我们都被他用金蝉脱脚之术给骗过了 刚才我们已经传令过去 要不惜代价地将这小子死死地盯住 我们现在赶过去 还能来得及再追上 这两句血光化身脸上都是又惊又怒 令你一句我一句的急促说道 什么 有这种事情 袁插道友你可听见了 马上收罚 我们立刻离开此地 不要再去管那句化身了 血袍少年听明白之后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急忙一转身 冲石台上的女子迪鹤 袁插眼皮一动 原本紧闭的双目再次睁开 目中 臂忙闪动 显得清冷异常 你能肯定这一次不会再搞错 我下了如此多功夫 马上就可成功 就算眼前这个不是本体 但若能生情 本作也大有用处 你们若是觉得无法等待下去 尽可先走一步 等我生情眼前这家伙 自然在于你们会合 既然袁插道友如此一说 我只有先走一步了 区区一句化身的话 以道友神通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是其本体可是大为棘手 你我必须联手才有把握的 希望最好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你放心 合罪两立的事情 本尊又怎会不懂得 我要这句化身 自然有另外的重要用途 也许不久之后你就知道了 听到女子如此一说 血袍少年虽然心中还是有些哑然 但也不好再反对什么 只能淡淡地说道 我会将人数留下一半 听和道友的调解 虽然人数不算多 但醒来还能帮上一点小忙的 嗯 本作多谢了 原刹神色缓和几分 点了一下头 随后血袍少年提表 顿光一起化为一道血柱 往高空击视而去 几个闪动后 血光就一下没入玉盘 不见了踪影 片刻功夫后 玉盘散发出的血色光幕一闪 就一下消失了 诡异的是 那些簇拥在玉盘附近的精锐魔族 竟一下少了一半之多 下一刻 玉盘一颤之后 就化为一团白光破空而走 剩下的百余名魔族 则在一名练续后期的高大魔族带领下 纷纷朝圆叉所在这处落了下来 此魔族几步上前 深失一礼 袁莎大人 血光大人已经离去 大人可有什么事情 吩咐我等去做 虽然此魔是血光的手下 但面对原唱 仍是神情恭敬之急